我首先回應上一堂的功課 其實這些功課非常好 是講出很多不同的情況 我現在就是把我會給的答案告訴大家 是有不同的情況 譬如人名我不會講出來 還有那個情況的細節 譬如某個人的弟弟 我不會講是弟弟或是親戚 把他講普遍化地聽的時候 都不知道是誰 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輕鬆得勝處理生命的方法 就是怎樣去處理生命 首先有一個同學寫 如果那個剛才輪到你 你又不要寫了寫了 很緊張很緊張 不知會不會講我的話 又不需要這樣 或者這些純屬是甚麼巧合 我們都不會去想是誰 好了 這個她就講到是她太太 太太我很難講別人 因為她太太教兒女很多激棄人 激棄的時候 這個丈夫怎樣處理呢 我想講就是每一個情況 有幾方面的處理 一個是處理內心 我們自己內心 第二方面是處理同這個人的關係 第三處理事情 這三方面 我們一起再講一下 一個是處理內心 我們自己內心 第二處理同他關係 第三處理那件事情 跟她太太的關係 即是她自己內心 即是她太太很激棄 教兒女時很激棄 那丈夫就很自然受影響 其實現在講的所有情況 都是我們可能會經歷的情況 都是會令到我們很激棄 那很激棄的時候有甚麼後果呢 很激棄的時候就會 哎呀 糟了 我太太這樣 可能她丈夫眼火爆了 在那裡激棄了 想動了 即是想做些事 想說些事 但又不 又怕著有甚麼後果 即是她受影響的時候 就會這樣 那如果我們想那件事情 處理到 一步步處理到 其實都幾多步驟 第一 她怎樣不受影響 因為她受影響 我相信大家幾分 你會知道有些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丈夫或者太太 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她在那裡拔著你 很不開心 自然你這個人都緊張 或者你會發脾氣 對不對 所以那丈夫在這個情況 她需要怎樣呢 即是很難幫兒子的 那我太太也有激棄 因為有體率的太太 她也很激棄 很辛苦 又不知怎算 太太不懂處理 所以她又會發脾氣 好了 那丈夫知道的時候 我們是有事情要面對 但是我越激棄你 就越處理不到 那我怎樣做呢 我就是 在神裡面放手 因為耶穌才改到這個情況 耶穌可以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去處理 所以我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內心平靜 什麼問題都是 所有以下的問題都是 如果我內心處理不到 我們就 即是那些激的怒吵就會 越搞越 越彎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處理內心 就是說 總有方法的 其實兒子也不聽話那麼久 不是一下子改變的 太太也猛了很久 都不是一下子改變的 那你急都急不來的 那心就放心 放手 神有你的方法 神真的有方法 好了 第二 關係 那要幫你的關係 為什麼呢 其實太太很需要支持 我們用愛角度 就用愛角度 太太你真的不好 你發脾氣 影響兒子 但是太太也很辛苦 其實我們所有 都跟人關係有問題的 我們都想一下他多辛苦 我想到他跟他的關係 於是我就練習他 他要教兒子 兒子又聽話 所以我們可以說什麼 說話呢 太太你真好 你真是做了很多好事 由於我教我都頂不住 你真是好好的 我很欣賞你的 太太舒服一點 她就有力一點 這是下一步 就是跟太太的欣賞 因為人真的很需要欣賞 所以其實很多人 最關鍵的 我們都尋找一下欣賞位 就算有很多不好 但他有些好 我們欣賞那個位 那些不好的 欣賞到他 可能會慢慢改 好了 下一步 怎樣改變兒子 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要自慰 很多時候教導兒子 你越猛 他就越改變不到 但要改變太太的方法 是需要引導 需要找方法 就不是說他錯 是說我自己都需要處理 有時候我都會有些猛 有些急 我都會令到你們不開心 我發覺原來我越猛 就會令到家人都有壓力 這樣的時候 去跟太太想 一個方法就是探討 太太 兒子這樣 怎麼算呢 現在你這樣的方法 你覺得他怎樣反應呢 讓太太自己思想 這個是探討 太太可能說 唉 其實這些我放了很多 輔導的元素 我太太就說 對 我都知道的了 不過忍不住 懶得了 又沒有好結果 所以每次都懶得了 結果兒子又不聽話 真的越來越欣皮 那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 其實有些書都會教的 即是說 父母平安 也都在耶穌裡面 有平安喜樂 有欣賞兒子 我沒有子女 但我就會說 欣賞 譬如我們建立些人 事奉 我們都是這樣的 欣賞每一個 神很愛你 很寶貴的 你很重要的 欣賞他 那麼他被看重呢 然後有時候 有些什麼提議 我們說 其實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可以被神大力使用 那你想不想啊 你想的時候 可以怎樣養方法 譬如功課可以怎樣處理呢 有時候他的主意 可能不是很好 不過你都可以欣賞一下 你的主意很好 那你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這個是需要逐步去 用引導的方法 引導了太太 然後引導丈夫 引導的子女 這個呢 我是一個簡單的 講到一個輔導幫助 就是首先 自己處理自己 讓自己不要猛症 所以以下什麼問題都是 第一 自己不要猛症 猛症就一定不行 下一步就是 我們怎樣去 去看書 太太 然後跟她 建立關係 欣賞她 然後下一步 跟她探討一下 我都知道你辛苦 我都不知道 就是我們想一下方法 怎樣去處理 OK 好 這是一個情況 就是我講一下不同的情況 不過呢 我都要看好時間 那 就有一位 就是他的家人 就是信了異端 那 自然其實很類似的 他當然想一些 他又會有些急 又會有些猛症 他說的話又會猛症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處理內心 那種激氣 那種怒吵 而呢 他是另一個人來的 我能否改變他 看上去這麼多次 都知道很難改變 這真是要求智慧 什麼時候去改變 我再說一次 第一件事 我處理內心 第二處理關係 先建立關係 有什麼好的地方 對他欣賞他 關心他 建立關係 然後 一步步的引導 但是呢 知道那些方法不行 硬控硬不行 有時候探討 你 想不想地 那個信仰是對的呢 聖經有沒有支持的呢 聖經又怎樣說呢 就是 就是一種客觀的心態 不如我們看看聖經 看看聖經怎樣說 這是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 希望可以引導他 這個就回應其中一個問題 其實給大家一些主意 就是原來有不同問題 我們都是基本上 向著這三個方向去處理 一個是處理內心先的 OK 有一個就是講到 很難面對自己失敗的過去 和自己說自己 這個同學都做得很好 因為他寫了很多他可以做的事 很多做的事 其實做得很對的 就是他講到整天想神的恩典 留意到自己的問題 立即處理 又欣賞自己的進步 全部都是我曾經跟他說過 他就直接散發出來 即是他記得 那就感謝神了 欣賞那個同學 其中一件事 我都發了訊息給他 其實很多個你們 我都發了訊息給你 他就有一件事 他就說 我有負面思想的時候 我要制止 在這個部分 我們要留意 因為制止是很辛苦的 制止是會制作壓力的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這樣想 而是怎樣想呢 我不需要這樣想 因為神愛我 譬如明明 很失敗很失敗 聖經說了 神說了 他會赦臉 那我就不需要這樣想 即是我不需要這樣想 我不需要這樣想 我不需要這樣激氣 因為神已經說了 愛我 體重我 所以我就算做得不好 我悔悔神就接入了 變成是處理 所以將一件事 好像一瓶咸水 那你怎樣做呢 將淡水加進去 淡加就加進去 變得越來越淡 對吧 即是你現在受影響 好像咸水那樣 你受影響了 接著加淡水 將那些不開心 沖沖沖沖沖沖沖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不用受影響的 將那些不好的東西沖沖 就不是說 咸水你不能動 捉緊捉緊捉緊 這樣捉緊捉緊的時候 有時會很辛苦 即是人會很辛苦 在那些壓力之下 好了 就看看我抽些藥管 好了 這裡就講到有一個人 他在某一個情況 一個小組一起 大家就講一些東西的時候 意見不合 意見不合 意見不合都 即是不止 還是 並且溝通的時候 有很多一些 好不好的東西彈出來 一些很負面的東西彈出來 意見不合可以不合 但是很負面的東西彈出來 那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情況 即是有時一起相處 處理很難搞 那怎麼辦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受影響 首先我們講到 第一 不受影響 我接受人總有問題的 就算基督徒都有問題 就算傳道人都有問題 就算牧師都有問題 就算是中派的領袖都有 可以有問題 因為人人都是罪人 所以呢 一起合作的時候 自己首先不受影響 我心裡面能夠平穩安靜 這是自己能夠放鬆 這是第一 然後 下一步建立關係 雖然剛剛可能頂撞 但是仍然跟他招呼 我自己永遠都是這樣做的 有些什麼人 相處的時候有困難 我一定會 找機會跟他 招呼他 握手 歡迎你 祝福你 發聲信息 讓他覺得 我是沒有因為這件事而介意 因為人是會介意的 所以我一定是要建立關係 建立關係 這個關係 下一步就是那件事 那件事的處理 其實每一個個案都不同 下一次到底怎樣養方法呢 其實你們寫了功課 我就想你們去 向這個方面思考 有些人的答案是 我祈禱求主釋放我 這個的確是一個部分 處理上是有祈禱釋放 處理內心也有祈禱釋放 但如果答案只是祈禱釋放 什麼都祈禱釋放 神不僅是給我們有靈 譬如你跟太太關係不好 我祈禱釋放 那是否就解決呢 我們都要找出原因 在哪裏 所以為何要處理跟他關係 你祈禱和他關係 都要建立 都要行動 然後我怎樣跟太太溝通這件事 都是要說話 不是只是祈禱 祈禱 但是就斷了性格 都是需要去溝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但我不要只是祈禱 祈禱是一定的 但是你祈禱之後 我做些什麼呢 有什麼方法處理呢 以致能夠處理到呢 就是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找一個方法 正先說到 就是那幫人溝通很有問題 那下一次怎樣呢 就當一開始發覺 有些問題 如果那幫人都很中立 比較少了很中立的 都不是說有什麼職願 職願就很難搞 職願就少了很難搞 不是什麼職願 不過到時候溝通 不懂得溝通 有時候都會的 有時候兩個人聊天 或者兩三個人聊天 有一個說話 我兩講就發火了 我兩講就自己頂撞人了 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在場 我們就求神給我們智慧了 怎樣智慧呢 我們等一下 這件事的問題在哪裡啊 我們可以想一下什麼方法 將那個氣氛緩和 或者說如果太緊張了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們完了之後再聊 好不好 我們先為這件事祈禱 這些方法 將氣氛緩和了 緩和了之後 就不會硬碰癌 有時候我們需要 跟一個人聊天 他一不開心 他想發脾氣 我們就問神 神啊怎麼做呢 有些人你越叫他 不要發脾氣 他越發脾氣 不是一個好方法 我們有一個好方法 就是 對不起 這件事都令你不開心 我們沒有說 一定我做錯 對不起 這件事都令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有些不開心的 我知道你很關心這件事 即是 表達出他的內心的感覺 講出他的內心的感覺 這個建立關係 亦都融化他那種激氣怒吵 然後呢 我們就 不如我們想回這件事 到底其實問題在哪裡呢 怎樣處理呢 這個就需要冷靜的頭腦 還有有智慧 那 這些呢 我其實將 輕鬆得性 處理生命 然後怎樣有智慧處理人 放在一起 如果 還有輔導的方法 放在一起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的時候 我們很多問題 都會容易解決 就不會有激氣怒吵 其實很多人問我們 都會說 哎呀好煩啊 哎呀好激氣啊 哎呀好猛啊 哎呀好多困難啊 總有方法 第一自己平靜先 第二建立關係 第三處理 那處理也有這樣的 處理也有 有些人呢 是處理到 有些處理不到 譬如有個人 真是老頑固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你都不會想著處理的了 你就接受他是這樣的 那有些人是可以些少處理 有些人呢 就算能夠處理的人 都不能夠直不一的 即是很少人 你可以直不一跟他說 他會接受到的 是需要這種智慧 怎樣跟他提出 提出的時候 給他一種感覺 我現在提出呢 只是想找到一個方法 我們能夠做得更加好 是完全不是說誰是錯的 你又不要說你錯 這樣說你錯 各位聽到的 那你即是說我有錯 我們不是說誰是錯 不過我們現在想一下方法 去看看怎樣的方法解決 這個真是智慧又看人的 有些人就比較容易談的 有些人就比較難談的 有些人就比較難談的 先看一下 對不起這個 經常走到別處 好 那另外呢 就 大家如果有問題 都可以去發問的 我再講另一個情況 就是講到 有時溝通 但是溝通不了 塞住 我心也都很不舒服 這樣的情況 第一就是舒緩自己 我們自己明白 有時跟人溝通是很難的 其實溝通真的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你會發覺 你跟有些人可以談到 但是跟有些人真的很難談 怎樣跟他建立關係 真的有時真的很難 而我們接受到有些人 真的很難談 我們就接受這件事 那一方面就是處理到 首先處理自己 建立關係 然後慢慢溝通到 成功便好 但是不成功 我們又不用不開心 但是很多人不成功 又不開心 為甚麼呢 自責 哎呀我跟他溝通不到 哎呀我真的失敗了 但是越自責 後果是甚麼呢 很多後果 哎呀我沒有用 沒有信心 我們在跟人聊天 沒有信心 即是會帶來很多的後遺症 就算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不要緊 我們總之向著方向去 一步步去都可以慢慢學到 但是有些人就是一次的失敗 或一段時間的失敗 以後就沒有了信心了 那這個更大的破壞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你裏面 留意到我們甚麼納受 其實我們的納受 其實我們的納受是多 多種類 有些是自卑感 有些是激起怒躁 有些是批判人 有些是覺得自己沒有用 有些是覺得世界都不好 覺得牧師又不好 甚麼人都不好 總之呢 或者自己沒有智慧 說眼崩崩撞到人 或者人家又眼崩崩 總之呢 就是這個世界為甚麼有這麼多問題 就是因為人的罪 人人都有罪 我們知道的時候 都是幾方面拆解了 第一 自己的內心 有神的平安卿手 可以放鬆了 第二 跟他建立關係 有些人建立不到關係 我們盡力了 盡力了就放手了 跟著那個問題 有沒有處理 有些人真的沒得處理 沒有得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放手了 好了 跟著呢 下一個就是呢 其實有些真的很好 這個情況是挺好的 有一個姊妹不開心 我就想去開解她 但是呢 這個姊妹就說她 你不懂得安慰我 她嘗試開案 但她不懂得安慰 那個人呢 就反彈 好了 這樣的情況呢 第一 舒緩自己內心先 是的 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學的 不要緊的 就算我未來也夠好 慢慢地學 學到 學到呢 我以後可以改善的 他如果能夠這樣 釋放 他自己釋放 不過很多人呢 就停留這個位了 那個位是甚麼呢 哎呀 幫人都沒用 這個人真是壞了 我幫他都不接受 以後我都是不敢幫人 我不敢說話了 很多人就是這樣 就是不懂得去 因為一件事而受傷 不懂得去處理 所以第一件事 我有這個問題 不要緊的 一起跟我講 我有這個問題 不要緊的 可以慢慢學的 慢慢提升的 這個道理是否很簡單 不過到時候 很不舒服 因為覺得很失敗 很差 但如果沒有第一步 就沒有第二步了 因為心一直吞著 或者不喜歡他 我明明幫你 你還說我不懂得幫你 心一直吞著 就找藉口說他 是你壞 不是我壞 是你壞 就是反攻 好了 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甚麼 其實可以很簡單的說話 這個人的反應 他就是這樣的 就是我 他就說 他就說 我呢 於是呢 就跟他講更多的 更多的道理 就是跟他解釋更多事 其實 當我們回應人是怎樣呢 當人說了我們不明白他 那可以做甚麼呢 其實很簡單 他就說 我不懂得安慰他 我們就問他 我才有甚麼事 我都不告訴我 我們做錯了 就承認 問他 我們做得甚麼 但這個人呢 就慢慢地 他就 功課裏面 都說到 我要怎樣 去做甚麼 在他身上 但是呢 就少了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聆聽 當這個人 明明說他 我們不能夠明白他的時候 我們就 聽完這句說話 我們就問他 對不起 我真是 第一對不起 對不起 我做 說話 你不開心 你不如告訴我 他有甚麼做得不好的 我可以下次改過 去留意 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第一步可以做的 然後 可以這樣說 我都是不懂得安慰你 不過我只是想安慰你 那那個人都會接受 我是不懂得安慰你 不過我是想安慰你 令你舒服一些 不過我說錯話 對不起 我懂得說甚麼 能夠令你舒服 我都想你舒服的 但有時候人又不知道 就變成是教導對方 反而對方就一直不舒服 我們大家知道 如果我們做錯的時候 要怎樣 怎樣反應 測試一下Wi-Fi有沒有在那裡 Wi-Fi在那裡 我再看看 等一下 有一個人說 對別人的批評自己不認同 感到羞辱和憤怒 感到被違反 不想和別人相處 就是說 有人是 批評判自己的時候 就覺得羞辱和憤怒 這樣的時候 就是說 對方批評自己 但覺得自己很難接受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需要分辨了 分辨到底是 我錯 因為他錯 他錯 我錯多少呢 我有沒有錯的地方呢 這些情況實際是很複雜 所以有人說 清官難審家庭事 就是家庭裡面的事 人與人相處 真的很難搞 因為他又說你錯 你又覺得他錯 這樣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作為基督徒第一樣 就是放鬆 人的放鬆 不給他影響 我心裏平穩安靜 不受影響 就算我做錯了 不要緊的 做錯了 不死得 其實我們個個都做錯 我們從做錯 可以學習去改變 而我們 心裏都有安全感 我是重要的 我是寶貴 雖然我未學得夠好 但我不要緊 我可以進步 其實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就說 哎呀我又失敗 我跟人相處又失敗 或者他又不好 那心裏面就有很多怨恨 但這個怨恨一定要化解 我們才能夠處理到的 才能夠進步的 所以我們就說 如果我有錯 我認錯 就算我沒有錯 他只是他攻擊我 令到我不舒服 那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放手 其實基本上就是 為什麼垃圾不要吃 包括我自己的垃圾 我自己又不好 我不要吃 我不要收落 那問題就是 我們去到那一位 太多智慧了 智慧不是智慧 自己防衛 防衛機制 防衛機制就是 我沒有錯 或者說 一聽到自己錯 立刻很不開心 或者看到他的錯 我立刻很不開心 這些都是我們的防衛機制 這個防衛機制 令到我們複雜很多 我們都留意自己的防衛機制 留意我們有沒有 譬如說我們錯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接受和思考 還是去解釋 這件事我都想說一說 這個 是說開又說過一個 處理人家的提議 我感謝神 給我太太非常好 他有時候給我一些提議 是很好的 他就會 他有時候 他立刻 能夠告訴我 我正在做什麼 一個例子 大家都會看到這個情況 他有個方法 他說 我今天留意到兩個情況 或者一個情況 你有的反應 他會說出來 我有個反應 他就會說出來 這個反應 他問我 我一聽我已經知道 我自己有做錯 但我第一個反應 是想想做什麼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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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這樣做 他就會讓我知道 你正在解釋我 你可不可以想到 你做錯的地方 接受這個 我發現 我內裡有一種 這樣的防衛機制 就是不想認自己做錯 但他引導我 我就慢慢學到一些東西 一知道就馬上就盡快了 馬上就說 我一時失覺 對不起 我做錯了 我下次會留意 我太太很好 我一說我下次留意 他馬上就接受 馬上就沒事了 馬上就放手 他是很好的 因為這件事令到我沒有壓力 只要我承認那件事是錯 我願意去改 所以要留意他已經很滿足 我就留意到 原來人很容易會解釋為何會這樣做 我想大家想一想 有沒有情況 我相信人都有 時事都有發生 我們留意到 甚麼是智慧防衛機制 又甚麼是能夠承認他錯 他怎樣說法 他說 譬如今天有個情況 我留意到你這樣的反應 你覺得那個反應是怎樣 我留意到你的反應 他說那句說話出來 你覺得你那句說話說是怎樣 有時這些是很不自覺的 我要用一個例子 實際例子 他媽媽買了一雙鞋 他媽媽讚好舒服 那我的心 因為我看鞋 我就看 Arch support Arch support 即腳裡面的 support 腳功 腳功的支持 就會對腳最健康 我看那雙鞋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鞋 就是對輕件鞋 不過都很貴的 幾百元 但我反應 她媽媽就說很開心 我太太就說 都為她開心 但我就說一句 我買鞋 我就會看 Arch support 好了 過後我太太跟她說 她說 我們兩個都很開心 那你呢 就說 Arch support 如果你去買鞋 你說我想找一個 Arch support 沒有問題 不過兩個正在開心的時候 你為什麼加上這種說話 是有什麼意思呢 不會爛水 是的 即是有時候 是不是人就會這樣 都不知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 即是這種反應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反應 一聲就 立刻彈出來 而那個反應 未必有人喜歡 那這些我來講 是學習的 那我已經 接受慣了 一聽到 對不起 我臨意了 就是這樣 很快的 我已經立刻 我都不再結論 但我會知道 有時候我會解釋 譬如有個人的相處 為什麼會這樣處理呢 我又會解釋 他這樣也這樣 所以我會這樣處理 他會問我 那你是不是在自衛 他會問我 你是不是在防衛機制呢 那我聽完之後 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這樣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呢 我想問大家 為什麼我們這麼容易 有防衛機制呢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因為我們不能夠接受 我們做錯 所以這個是其一 第二就是 可能人家做錯 可以能夠接受 能夠建立關係 或者是跟他相處 相處 我都會這樣說 有些人 是真的 相處很多程度的 有一種是 煩煩之交 大家 譬如同一公司做事 很多同事 不是每個都好朋友的 有些朋友 你未必跟他一起去吃飯 大家就這樣招呼一下 知道他姓陳 你每天都說 大家說 嗨 而可能還聽過 他有些 原來這個人有些問題 更加 不會跟他建立什麼心關係 這些就是煩煩之交 有些就比較熟樂些 有時候合作 麻煩你幫幫我忙 都可以這樣 或者有時候吃飯 然後再深層一些 大家都說到一些心事 再深層是 知己朋友 或者真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我們都有不同的友誼 有些人的而且確 是很難做到深的朋友 只能夠做煩煩之交 因為他真的 心靈有很多問題 我們分辨到 但這個分辨是否準確呢 我們就求神給我們 有這個分辨的能力 但他就算有問題 我們都要處理所有的憤怒 總之我們同一天 我們有什麼憤怒 我們自己又罪 因為我們不如說 他有錯 我就一路看出他 憐憫他 祝福他 為他祷告 一路又為自己祷告 讓我完全祝福他 完全鬆散 感謝耶穌 神給我 神那麼好 神沒有那麼欺負我 我個人那麼欺負我 但是神沒有那麼欺負我 但是我憐憫他 我祝福他 即是說 我感謝神 神那麼好 我心可以那麼鬆 跟你一起相處 那麼輕鬆 但這些人有時候 令我們有難 但我都不介意 我都是祝福他 那時候我們就不守 而找方法 有些人真的 那個方法 是秘而遠之的 不過我起碼 我嚴署他 有些人是可以相處的 那麼這就是我們的選擇 和分辨 這個是智慧 即是智慧 智慧 去分辨 哪些人 我們跟他相處 哪些人是值得可信任的 OK 我先簡單 講到回應這些功課 給大家知道 就是這些功課 大家 就是想你進步 就不是說 你要寫到這樣的層次才合格 其實你要很多的合格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 我寫了顆星在旁邊的 那些就是比較好些的 那些沒有升的 那些又不要 所以就不用這麼想的 不要緊的 這個是鼓勵那些做得好的人 有些人這樣說的 他說 如果我讚 我讚一點 又不讚一點 那些又會妒忌 那我不如不要讚 但我這樣覺得 不是那麼公平的 明明那些想讚 但為了其他人不讚 所以那裡 我寫了個孽在那裡 因為我簽名在那裡 就是做了功課 那些就是寫了個孽在那裡 然後呢 有顆星的就是 就是特別好的那些 那你沒有個名字 你又不用介意 你又不用說 哎呀 我還沒得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OK 好 我讚先所講的功課的問題 或者是 剛剛提到這些問題 如果你是短問題 短答案 請你現在可以問 因為如果你很長篇 有很長的故事 我們就沒有時間 但如果在讚先講的 處理這些問題 主要你內心世界和人的關係 以及如何處理事情和人的合作 這些事情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簡短的 是 我想問呢 譬如有些人不經意 連交替呢 即是很想編起 前幾句辯論 或者和你鬥過 其實 即是 即是 即是有些人就教我 就不會說話 不會對嘴 如果不是 就可能你不會衝擊你 即是你未必會鬥不鬥 對 沒錯 但是有些人 會覺得 即是你不說 好像害怕 OK 好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是 你明知道會吵架 那就真的不會吵架了 你覺得他一定會吵架 他明明是不接受那件事 我們 他已經很清楚 很知道是這樣的事 再說 是沒有什麼用 即是明知道那件事 是沒有什麼果效 就不會做 而是我們問神 我們有什麼說話 可以 可問他 為何你不回應呢 他好像很反義 即是要再繼續刺激 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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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回應 OK 這個就是智慧了 智慧就是說 譬如說某個人的不好 那我智慧怎麼回答他呢 我說 我不在場 我不知道 那人怎樣 我不知道他內心怎樣 這件事我難過回應 即我有時會說 我不懂回應你 或者有時有些智慧的話 總之呢 在這個情況下 總是不要忍致吵架 因為吵架的時候 有些人比吵架更恐怖 就是背後通你一刀 就是表面上有什麼 然後來來去 然後後面通你一刀 打小報告 那些人是恐怖的嗎 是 那些人更恐怖 但第一就是我們 不給他影響 第二呢 我就想想那些小報告 到底我們有沒有回應 如果沒有回應 就有時 有得回應有得處理 我們就可以處理 但有些沒有回應 我們只能夠放手 就是神你保護我的名色 神你保護我的名色 因為我都有時被人無辜地偷吵架 就是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這件事不是一兩次發生 是很多次發生的 但是我就深信 總之我做回我應該做的 走神的路 總是神會保守我的名色 那些人明明會相信某些人所說的說話 總之我就是這個智慧 即是我們什麼時候說話 什麼時候不說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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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